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奥斯卡影帝凯文史贝西信丑闻连环报,至今已有十多人跳出指控被信骚扰,几乎都是资历潜的男性或工作人员,不料连老影帝理查德雷福斯的儿子哈利德雷福斯也感痛,真的非常大胆。 哈利自曝,18岁时他跟着父亲到史贝西家排练舞台剧,对剧本时,史贝西不管理查就在面前,竟偷偷将手摸上他的大腿,还不断往腿肩伸去,当时哈利吓傻了,而理查因太认真对戏,没注意到爱子惨遭狼爪。 几年后,哈利将此事告诉理查,理查虽震惊又愤怒,但为保护儿子没选择公开,如今哈利主动解发史贝西恶性,让理查非常骄傲,还在推特破文,表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形容我多爱我儿子,对他我非常自豪。 凯文是贝西也曾对老影帝理查德雷福斯的儿子哈利德雷福斯身狼爪翻射NYLE NEWS。